这条肥头大眼的油腻大叔黑黑一笑 下一秒他的身体就开始逐渐膨胀 变成了一只几百斤的野猪王 捉妖人见状立马开车追赶 只见猎人直接扔出一包小钢猪 瞬间制服了野猪王 然而捉妖人一点也高兴不起来 因为最近城市里莫名出现了大量的妖怪 原来吸血鬼公主已经现实 只要在日食之日和他结合 就可以成为统治所有妖怪的堕落之王 就连沉睡了三千年的吸血鬼白毛 都忍不住从棺材里爬了出来 不过说实话 就这长相实在对不起小五电影的粉丝 好在他吃了一只活蹦乱跳的野鸡之后 白毛才总算有了一点名 老六是一个每天工作二十多个小时的快递员 这天他到酒店送快递的时候 无意间看见了一个脖子上有纹身的漂亮妹子 更奇怪的是 妹子的纹身和最近自己梦中看到的图案一模一样 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缘分吗 老六二话不说就厚着脸皮追了上去 结果刚敲开房门 静香就问他是不是勇者 懵逼的老六瞬间一脸懵逼 就在这时白毛带着吸血鬼小弟赶了过来 只见他轻轻地用力一踢 老六就被干飞了八百米远 接着白毛一脚踹开钢门把静香堵在了墙角 静香还想要反抗 结果被红一吸血鬼直接掐住了脖子 就在这时 老六推着手推车就冲了过来 带着静香有那么快跑那么快的 恰好此时光头带着几个捉妖人也追了过来 两拨人立马交上了手 红一吸血鬼追着老六和静香来到了天台 露出寥寥就朝老六扑了过去 老六小手一抖直接把桌子翻了过来 好巧不巧 红一吸血鬼直接扎了个对穿 瞬间就变成了扎扎灰 静香一看这家伙可以啊 只用一招就干掉了吸血鬼 老六肯定就是自己要找的勇者 在留下感激的一吻之后 静香就直接从八十八楼跳了下去 随后赶来的光头把老六带了回去 经过测试发现老六竟然是一个能预知未来的追踪者 于是邀请老六加入了他们的组织 这时老六才知道原来静香就是吸血鬼公主 为了找到静香的踪迹 光头带着老六去找了女巫蛇妖 在蛇妖的催眠下 老六成功找到了静香的位置 很快老六带着光头就找了过来 一看老六竟然带着捉妖人来抓自己 生气的静香生气极了 但是依然摆脱不了被捉捕的命运 然而他们刚把静香带上车 白毛就带着一群吸血鬼追了过来 一大群吸血鬼冲上了地铁 光头帅气地掏出手枪就开始了瞄边 眼看着子弹根本就打不到吸血鬼 猎人们只好徒手硬刚起来 结果三两下的功夫 就被吸血鬼撂倒在地 但是光头却一点也不慌 只见他直接拿出了祖传的加特林 对着吸血鬼就开启了疯狂输出 仅仅打了三万多发子弹 吸血鬼就被打成了筛子 白毛凭借优秀的走位成功逃过了一条狗命 但是光头并没有急着开枪 原来地铁马上就要开出隧道了 只要阳光射过来 根本就不需要自己动手 白毛见状丢下手下跳窗跑路 老六赶紧找来衣服盖在了镜箱身上 其他的吸血鬼瞬间被晒成了扎扎灰 随后白毛带着手下来到城市 开始肆无忌惮地砍着人类 光头知道后立马带着所有捉妖人前去阻止 只留下了老六一个人看守镜箱 智商在线的老六突然发现 这肯定是白毛的调虎离山之计 于是赶紧带着镜箱准备跑路 结果很快就被白毛带人堵在了角落 老六还想上前表现一下 结果被白毛一拳撂倒在地 等他醒来的时候 发现镜箱已经被白毛带走 光头觉得肯定是有内鬼泄露了他们基地的位置 他们在监控中发现了一只长得像野猪的野猪 于是带人找到了这个内鬼 眼看自己的身份暴露 内鬼瞬间变成了一只巨型野猪王 结果由于吃得太多根本杀不住车 一头撞在了九手厂红车上 被捉妖人成功生擒 等待他的估计也只有烤乳猪一条路了 另一边老六为了救出镜箱 独自一人带着十几吨弹药和二斤山东大蒜 救去了白毛的老窝 英雄救美的时刻到了 这条靓仔装备好黄金加特灵 紧接着怒吼了一声 接下来他要一个人单挑一大波吸血鬼 结果刚走出电梯 就被他们的吸血鬼小弟按在墙上不停地摩擦 好在老六及时掏出山东大蒜 塞进了吸血鬼的樱桃小鬼 接着掏出黄金加特灵一枪送走了他 很快老六就杀了进来 他用小手枪顺利地干掉了白毛的两个护法 然而此时正是日全食的时候 白毛带着镜箱已经来到了天台 这时老六拿着黄金加特灵也追了过来 只见他一言不合就扣动了扳机 结果却被白毛轻轻松松地就接住了 更可悲的是带来的十几吨弹药全部都打光了 老六只好捡起地上的铁棍就招呼了过去 很显然这东西对吸血鬼根本就没有伤害 老六瞬间被打得满地长牙 不服气的老六抡起梯子又冲了过去 结果被白毛一脚踢飞了出去 电影到此了并没有结束 拥有主角光环护体的老六居然借助脚手架又爬了上来 看着沾满鲜血的双手 老六直接准备破罐子破摔 他飞快地冲过去抱住白毛从楼上飞了下去 半空中老六掏出水果刀成功干掉了白毛 而他自己也把楼下的汽车撞成了废底 眼看着老六就要领盒饭了 镜箱直接把他咬成了吸血鬼 就这样老六变成了统治妖怪的过路王 从此和镜箱过上了没羞没臊的日子 电影到此结束 不要钱的小星星记得点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